我是五年六班的人區喔 今天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安平古堡 在介紹安平古堡前 先請大家認識我 我是頂岡無名聲 岡無出名的男區喔 所以不定認識我也沒關係 在歷史的時候 於西元的1624年 荷蘭人建造台灣 墓地就是為了要統治台灣 所以也是當時統治台灣的中區 也有點像現在的中區 不是當時要設計圖 所以為了要有方格線 是為了要精準和佈於色列 那他們目前現在有的名字 第一個是奧倫之城 英文名字為歐人 樂蘭州城 底蘭底亞 龍城 這個屬另外一種語言 然後安平城或台灣城 位置可是在佛勝路附近 這還是當時化的城市 日治時期的素描底下 以及現在拍的底下 在熱蘭州城上面有壁鎖 因為具有固定的功能 所以又稱為壁鎖 德蘭建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壁鎖 在這裡為大家補充一下 壁鎖的英文叫做Wall Archer 然後呢 這是他目前所經營的歷史 在1624年之後建造完城 1662年的時候被鄭崇崩崩下 1868年的時候變轟炸 所以變為廢墟 2016年則是第一次清醒 1624年的時候 河蘭到了台灣建了第一座城堡 可說是當時的首都 天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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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這是當時畫家所畫下來的景象 1868年的時候 因為張腦戰爭 所以被英國戰船 凍凍凍凍的轟炸 然後所有宗盟都被轟炸 這是當時所有變廢墟 所以就很多一點點 然後這是英國戰艦 這一面牆我們大家所見已經長滿很多藤脈 這是因為它的歷史到現在已經有400年的歷史了 這一面牆從此也是第一體股的古今 以諾米、唐家、沙古、古力殼接著 不過大家很好奇 為什麼這些東西能提供足夠連線還能趁到現在 這也應該可能是當時的科學者知道 然後熱請德國的凱史公司來幫忙清洗這面牆 這是我的資料有資片來源 謝謝大家